曝光嘉兴不闻名 依北京现代车主的副驾驶不但坐了条狗还让狗伸出窗外 狗坐副驾驶违法骂 狗坐副驾驶 在嘉兴的时候 意外看到一车主副驾驶坐着一条狗 并且还有个女主人牵着狗绳 让狗探出窗外的悠闲自在 这种行为看似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不仅仅违反了交通法规 也对驾驶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甚至会影响到其他正常开车的司机 今天就借这个事情来科普下相关的交通法规 关于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 二、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 放置妨碍驾驶人 视线的物品 三、拨打接听手指电话 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四、下陡坡时熄火或者空档滑行 五、向道路上抛洒物品 六、驾驶摩托车手离车把或者在车把上悬挂物品 七、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为停车休息 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八、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 然而将狗安置在副驾驶 然后还把车窗打开 让狗把半个身子都伸出窗外 哪怕你有一个人牵住狗绳 这样逗狗玩乐 但是狗天性活泼好动 加上我看到白色轿车的司机还伸出手来挑逗狗狗 这就很显然已经干扰了其他驾驶员的安全驾驶 也会对驾驶员自己的驾驶视线产生干扰 因为你要看后视镜 查看后方车辆的距离等行车情况 如果狗狗一不小心扑通往外面跳 或者错误地碰到某个按钮开关 导致车窗往上升或者门被打开等等 这都是潜在非常危险的 严重的会发生很多连环相撞等交通事故 不文明 我们先从不文明讲讲 法律先等会再说说 比如说狗狗在副驾驶上爪子是脏的吧 这座位踩脏了然后人又坐下去不文明吧 你可以说我自己的车我自己家里人坐 那不是你把狗看得比人更重要 你自己不是更不文明了 还有狗对外面涂口水等 或者其他一些驾驶员看到狗 扔个东西逗狗是不是都是不文明行为 最不文明的行为就是你让狗狗坐在F驾驶 打开车窗 其他车的驾驶员并排驾驶 逗狗你跟人家驾驶员聊天 这种都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 关于白车司机 根据我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 白车司机为了逗狗已经是偏离了正常的驾驶轨道 而且手也拿出来去逗狗 白车司机这个行为也是违反了交通法规的安全驾驶行为 如果说前面的车突然事故 紧急刹车 这司机一只手控制方向盘 是不是很危险 是不是属于不文明驾驶 不安全驾驶行为 那么红车司机这种行为 是不是严重影响他人安全驾驶行为了呢 很多时候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不能太过于任性 好像这是我的车 这是我的狗 这是我的副驾驶 就好像可以为所欲为 就可以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但这是错误的行为的 车牌制FN7T16的车主 你们当初学习科目役的时候 应该学过基本的交通法规 对于这种行为也应该知晓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道路车辆众多 正值高峰时间 这种行为潜在的危险是这位车主无法承受的 北京现代这辆车 我网上了解了下 基本是在15万左右 如果说按照一个人可以购买15万车 自身资产不会高于50万 现金存款也不会超过50万来计算 一条狗如果引发车祸 如果说撞到一辆50万的中高端的车 并且导致多车相撞 那这样的惨剧下的民事赔偿 是车牌制FN7T16的车主无法承受的 因此不要为了一时的拉风 不考虑后果 文明驾驶 文明养狗也要遵守相关的养犬条例 因为这种行为也违反了 加兴市的养犬相关条例的 有时候你违法 是至少两条法律以上 法规处罚和观点 这FN7T16的车主因为危险驾驶 不文明驾驶等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62条第二项 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 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因为刚才说过狗天生活泼好动 如果说狗顽皮的爪子按动了某个按钮 产生的连锁后果 都是不堪设想的 一般情况 被交警发现 可处罚款100到200元 扣分三分 你想想 你一个年度才12分 一下次就被扣了3分 还有9分 值得不 还被罚款100到200 是不是很不划算 我觉得这种危险驾驶 不文明 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司机车主 是应该被处罚 用罚款的措施 让他以后学会文明驾驶 不影响道路安全 不影响其他驾驶员的正常驾驶 因为如果发生其他交通事故 你违反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 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更严重的后果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为了他人的安全 还请类似喜欢绣狗的车主 让你的狗在后排座位 系好安全带 如果你不愿意又要带狗出门 那请用狗笼子装好 狗狗是天生活泼好动的动物 它对于一切未知的事物 它都很好奇 也很好动 所以如果你让狗狗在副驾驶时 你还车窗完全打开 它本能就会把爪子 狗头伸出窗外 汽车行驶过程 时速超过40千米每小时的情况下 很容易刮伤狗 也很可能狗突然跳出窗外 等危急动物自身性名外 也很容易给其他驾驶员飞来横货 如果说加薪交警 或者交通部门看到我的普法日记 那我希望可以找到这位车主 踢评教育 让这车主下次不要做出 这种妨碍驾驶安全行为的事情 至于是否按交通法规进行处罚扣分 那就与我无关 因为加薪交通管理也没收过 举报会有奖励 因此我不做任何举报 也不做任何证人 除非有奖励 那相关沿途 视频我都可以有偿提供 因为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的责任在于监督和普法宣传 并且曝光这些我遇到的不文明的行为 提醒不文明的人 以后要文明驾驶 做一个加薪文明人 不要给加薪人丢脸 让其他社会人士看到一个文明的加薪人 最后再次和车牌制FM7T16的车主的车主说一声 文明驾驶 文明安全 是保护他人的财产生命安全 也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法律来源 About Law 本文所有法律法规均引用来自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官方网站相关法律信息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是可以搜索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现行 旧版法律数据库网站 作者 公祥 摄影 公祥 编辑 公祥 审核 公祥 字数2200加